观众朋友们好 现在是美国东部时间八月二十六日 这里是华尔街电视华尔街网报 现在我们继续为您带来有关中国以及世界的最新消息 如果喜欢节目请记得为节目点赞 并且选择订阅华尔街电视频道接受通知 这样就可以在节目发布的第一时间获得提醒了 今天首先为您关注到的是来自香港明报的最新报道 文章介绍到上周外交部宣布印尼外长雷特诺 将是在疫情后访华的首位外长 一度有传言说他将获得副主席王岐山的接见 但是后来却发现雷特诺一行人并未去北京 而是和王毅在海南的著名风景区宝廷系进行了会面 而这样也就见不到王岐山了 后来王毅先后接见了巴基斯坦外长 还有越南副总理兼外长 匈牙利外交与对外经济部长 但是都不在北京 不是在海南的宝廷 就是在广西中越边境或者是北海 直到王毅启程出访欧洲五国 他从来没有在北京接待过一位外国访客 而这样一位印尼外长是中国以后外交接待的第一个到访者 意义是不同寻常的 根据报道王毅与他们会面时说 你是疫情后期访问中国的首位外长 既表明了中国与印尼关系的重要性 也标志着我们外长线下的外交已经实现了复工复产 而对方则向王毅转交了致习近平的信函 表示希望年内签署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协定 而双方会后宣布中国和印尼正式建立人员往来快捷通道 帮助经济复苏 而同样巴基斯坦作为中国的铁杆盟友 外长也来华访问 这是与王毅举行第二次战略对话 巴基斯坦方面有军方成员 双方讨论了中巴经济走廊阿富汗等问题 而王毅盛赞中巴合作铁杆纯度高 有关于印尼外长会面的宝庭位于海南中部的五指山区 离三亚机场不远交通很方便 分析认为外交部在此接待外边是向国际推荐海南国际旅游岛之意 而王毅与越南的范平明的会面则选择在广西的中越边境 主要是纪念中越陆地边界化界二十周年还有堪碑十周年 在当前两国南海纷争引起国际瞩目之际 似乎有维稳双边关系的含义 而后王毅在广西的北海接待匈牙利外长 则是在范平明之后的就边安排 而匈牙利外长也是役后访华的首位欧洲国家外长 而明报文章认为种种会面就是不让外国访客到北京 原因到底是什么 现在没有确切的答案 但很大程度可能是北京机场仍然未对外国航班借禁 自从三月份疫情爆发之后 中国为了确保北京不会有输入个案 对所有飞往北京的国际航班指定的周边第一入境点城市 也就是世界各地飞往北京的旅客都要飞到天津石家庄太原呼和浩特 浦东济南青岛南京沈阳大连郑州等十二个机场检疫后再转飞北京 这样王毅要到北京之外去接待外国访客 而作为国家副主席的王岐山不便出京 因为这样会让他显得不够尊贵 因此就只好继续隐身了 而再要为您关注到的是来自日经亚洲评论的最新报道 文章介绍了习近平想学大雨治水 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呢 文章开篇写到尽管中国各地水灾严重 但是习近平本人没有到过任何受灾地区 只是在八月十八日时突然出现在洪灾严重的安徽进行视察 而这似乎是在北戴河会议之后进行的 有一位党内人士说习近平被党内元老警告防汛抗洪 在中国政治中是有特殊意义的 当时习近平穿着正亮的皮鞋 在安徽的蓝天下微笑着与当地的亲戚们谈防汛救灾的问题 新华社在对四天考察的总结稿中补充说 于公宜山大雨治水 中华民族同自然灾害斗争了几千年 积累了宝贵的经验 我们应该继续奋斗 不是与天斗而是尊重自然 顺应自然规律 这里习近平提到了古代一位传奇的帝王大雨 他把灌溉渠引到了田里 的确防洪抗灾在中国意义特别重大 控制河水是如此困难 以至于有能力驾驭河水的人都可以成为国王或者是皇帝 或者至少是贤粮之士 而如果不能够控制洪水 就意味着农民将遭受苦难 被逼上绝路 而作为核心 今天这个责任就落在了习近平身上 文章同时借到 今年是庚子年 也就是金属之年 每六十年才来一次 据说总是会带来震惊历史的大事件 而迷信的中国人对此非常重视 目前国内已经受到了病毒的重创 这似乎已经是金属年的表现 但是还不是唯一的灾难 洪水造成的损失甚至比一九九八年还要大 当时江泽民曾经推迟对日本的正式访问 就是要去看浪长江流域还有东北地区的救灾工作 有趣的是习近平的前任胡锦涛还是水力方面的专家 从清华大学水力工程系毕业后 曾经担任水力发电相关的工程师 而曾经在胡锦涛政府担任总理的温家宝则据说是一位地质专家 在一九五零年怀河也发生了严重的洪涝灾害 当时毛泽东下了不惜一切代价控制住洪水的命令 而习近平视察的防洪杂正是在毛泽东的指示下迅速修建的 分析认为而国家媒体表示 习近平通过这样的举动 又一次把自己和毛泽东的形象重叠在一起 也许是为未来艰难的政治形势做准备 而正当习近平成为焦点的时候 李克强在视察另外一个洪灾地区 大概是在一千公里以外的地区 但是却被大多数人忽略了 中国最高两任领导人同时不在北京 这是非常不寻常的 当时李克强穿着雨靴在泥水中艰难前行 通常这样的画面会得到人民的高度赞扬 有关人民总理贴近百姓的评论会充斥着社交媒体平台 但是这次却没有 李克强的重庆之行 最初只有他领导的中国政府国务院下属的网站进行了报道 国营的新华社中央电视台 还有党的喉舍人民日报等主要媒体 在三四天之后才正式报道了李克强的考察 可以说是异常的迟缓 此外中国各大媒体最多是把李克强的视察 视为当天第四重要的大新闻 报道中甚至不提李克强是核实到重庆的 因为如果提了这一点 就会有人质疑为什么报道这么晚才登出来 尽管市委书记习近平的亲信陈敏尔陪同了李克强考察 但是连重庆当地的新闻媒体也是在延迟之后才报道 分析指出淡化李克强的行程很可能是为了烘托中国不可一世的核心领导人习近平的安徽之行 有趣的是在有关于未来长期经济计划的讨论中 李克强也一直被排除在外 在本周一习近平主持的一次重要会议在北京的党政总部所在地中南海举行 习近平听取了经济专家对明年开始的十四五规划的意见 参加会议的有中国的五号人物王沪宁还有七号人物韩正 两人都是政治局常委 同时还有国务院副总理 还有中国的宣传负责人黄坤明 李克强的主要工作是经济管理 但是他却没有出席 按照规定李克强至少要在二零二二年秋季之前 继续担任党的最高决策机构的成员 总理还要当到二零二三年春季 因此中国的二号人物没有主持讨论二零二一年到二零二五年的计划 排挤他的意思可以说是非常明显了 日经文章分析认为习近平治下的中国政治是非常残酷的 他的派系控制着党内宣传的关键职位 这很有可能是导致媒体对于讯息的新闻处理极端不平等的原因 而最后再要快速为您关注到的是美国方面的消息 白宫冠状病毒任务成员组的福西博士表示 在八月二十日的任务组会议上 当讨论美国疾控中心的最新指南时 他正在接受手术并没有参与讨论 根据CNN的报道 他在手术室里正在接受全身麻醉 没有参与任何有关新的测试建议的讨论或者是审议 他补充说我对这些建议的解释感到担忧 并担心它会给人们一个不正确的假设 也就是无症状的传播并不是很危险 实际上它的确是危险的 此前媒体报道 CDC受到了自上而下的压力 要求改变冠状病毒的检测指南 福西医生在周四上午进行了手术 切除了生带的肌肉 并且进行了全身麻醉 医生建议他暂时少说话 让生贷恢复 而更新后的指南在周一发布 之前疾控中心的指南说 任何与病毒患者有密切接触的人都应该接受检测 无论他们本人是否有症状 但是更改后的指南说 如果你在接触人感染至少十五分钟 但是没有症状 你不一定需要测试 除非你是一个脆弱的个体 或者是你的卫生保健提供者 或国家或地方的公共卫生官员 建议你去测试 一位接近这一进程的高级联邦卫生官员告诉CNN 这些变化是来自川普政府的压力 压力是自上而下的 而美国卫生与公众服务部的助理部长 在与记者的电话中则说 新的指南是在上周四由特别小组成员讨论并批准的 他补充说他本人福西博士博克斯博士等都参与了这一项工作 说新的指南一如既往得到了工作对专家的适当关注咨询和投入 他特别提到了CDC的主任拉德菲尔德博士 说所有任务组的专家都就相关事宜提供了建议 而显然这样的说法与福西博士的说法是互相矛盾的 好了以上就是本期的华尔街电视华尔街网报的主要内容 希望你喜欢并继续关注华尔街电视的其他节目